每当好天气时 在位于中国交东半岛北部的中村 都会看到这幅千丝万缕 如白练飞铺的景象 这就是文明侠尔的龙孔粉丝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 山东省昭远市金岭镇的中村 这里被誉为中国粉丝特色小镇 是龙孔粉丝的发源地和主产地之一 因为粉丝生产的历史非常的悠久 所以中村当地产生了很多 与粉丝息息相关的食物 文化和有趣的活动 那么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粉丝小镇 一起来一探究竟 初夏的阳光洒在中村的每个角落 远处不时地传来乐曲的声音 原来在村口的广场上 有村民们正在排练舞蹈 中村有着悠久的粉丝生产历史 在劳动的过程中 被粉匠们创造出了本地独特的舞蹈 粉丝舞 舞蹈的诞生是劳动美的延续 粉丝生产劳动的动作 为粉丝舞动作奠定了基础 成为村民们喜闻乐见的舞蹈形式 我也跟着老师一起学习起了特色的粉丝舞 再来一个抖粉动作 好 用你的手指的手腕带动 手腕带动左右 不是起后 左右 左右放动起来 对了 高 对了 然后脚后跟立起来 向你的左手边的方向转 再走 五 六 七 然后抖粉 六 七 八 我正在学习的这个动作是艺术的表现出粉匠们晒粉丝 抖粉的工序 粉丝舞让粉匠们也在这愉悦的舞蹈中消除了疲惫和辛劳 好 这样我们和人医院再来一遍 好不好 好 1 2 3 4 5 6 7 8 3 2 3 4 5 6 7 8 2 3 4 5 6 7 8 2 3 4 5 6 7 走 3 4 5 6 7 收 跳过了热闹的粉丝舞 让我对龙口粉丝的历史更为好奇 我决定到村中的龙口粉丝博物馆 一探究竟 老师您好 您好 杨老师 欢迎来到粉丝博物馆 这个眼视太震撼了 这是什么意义啊 龙吐出来的这是五色粉丝 当地的我们五色粉丝有这样一个传言 白色和黑色是阴阳两极 然后红黄绿三元色代表一个万物之源 这样五个颜色被配在一起的话 那么就有了我们的五补丰登的这样一个含义 这是龙口里面吐出了五彩粉丝 杨老师告诉我 龙口粉丝传统制作技艺形成于明末清初 至今已经有三百六十多年的历史 龙口粉丝以丝条云系 精道耐煮 爽滑耐嚼而著称 不过我心中有个疑问 为什么龙口粉丝不产在龙口而在昭远呢 其实我们这个龙口粉丝是地理标志性的产品 它在烟台的蓬莱 莱州 莱阳 昭远 龙口 这五个地方产的粉丝都可以叫做龙口粉丝 从1860年开始 然后所有的昭远这边的龙口粉丝统一在龙口港出口 外面的客人问这是哪来的粉丝真好吃 然后都说这是龙口过来的 龙口粉丝就是这样因此而得名 三百余年的粉丝制作历史 让中村乃至整个昭远地区 形成了一系列特有的粉丝文化 在本地的嫁娶风俗的订婚仪式上 都有粉丝的身影 咱们这儿就是订婚的时候 这个南方这个聘礼里面是必须要有粉丝的 对 南方必须要有一个很有威信的这样的一个长辈在 然后他拿着这个聘礼 其中这个聘礼里面就包括了两斤粉丝 两斤包含了就是是不是两家吗 成双成对啊这样一个含义 我们的龙口粉丝耐主 经久不烂 也就相当于分不开这样的一个象征 而且它长是不是 对 长长久久的 了解了中村特有的粉丝风俗之后 杨老师带我来到了博物馆的体验区 品尝了原汁原味的凉拌龙口粉丝 加这个酱汁 然后就是我们这个龙口粉丝的一个最简单的一个食材 然后看上去特别细腻 然后爽滑 吃起来就是Q弹筋道 太美了 龙口粉丝的这个筋道是远近无名了 真的好好吃 白煮不烂 品尝了正宗的龙口粉丝 我很好奇 究竟传统的龙口粉丝是如何制作而成的呢 郭老师 龙口粉丝在咱们这边做得好 是因为咱们这里具有什么得天独厚的条件吗 第一个独特的水质 第二个独特的气候 第三个独特的环境 第四个独特的生肠工艺 造就了这龙口粉丝这个民族的品牌 龙口粉丝飞衣传承人郭兰唐老师告诉我 昭远的水质略显酸性 非常适合植物乳酸杆菌的生长繁殖 绿豆是昨天盛泡的 盛泡了24个小时了 用手一捏 它里面出的汁是白的 如果出黄汁也不行 出其他的汁更不行了 真的耶 真的吗 白色的 它是一种生命的转换过程 这24个小时 我这个豆子呢 我是成苏醒状态的 马上我吸了水分 吸了热度以后 转换成鸣发以前的准备 就在这个时间内 我把它杀死了 杀死了以后 我提取里面的淀粉 在这个时间的淀粉 它的忍性 亮度 它的口感是最好的了 泡好的绿豆达到最好的状态时 就可以将豆子碾碎 提取淀粉了 一般的传统的制作基因呢 它都是用的石墨 用其他的 低血的大的设备 行不行 行 它很容易超出它的温度 超出它的温度以后呢 它电就改善了 这一步是要 倒进去以后呢 这个呢 就是过滤 我把那个淀粉和那个蛋白 我过到下面去的 上面我留下的是渣子 我把淀粉我拿出来了 做粉丝 做粉丝 剩下那个呢 剩下那个张艺呢 是做粉浆饭 粉浆饭 对 我们烟台是非常有名的 地方特色小吃 实际上的小吃 就是粉浆饭 对了 抽时间 我今天到我家里去 喝粉浆饭 好呀 在提取绿豆淀粉的过程中 过滤后的浆液 把淀粉分离出来 制作粉丝 而剩下的粉浆 则是一道 招元特色小吃 粉浆饭的食材 大姐 您做这个粉 做了多少年了 二十年了 二十年了 当时是怎么开始 做粉丝的 就是说嫁到 婆婆结婚以后 她们村有个分配方 做粉辛苦不辛苦 做粉吧 肯定是好辛苦 有新工作 还有机械化 有大糊 破糊 这些都是经过 卤粉这些过程 有意思 有点辛苦 粉丝手工生产的工序 环环相扣 容不得半点马虎 发酵的时间 和面糊的配比 稍有偏差 都会造成粉丝 韧性和爽滑的不足 甚至断粉 传统粉丝制作工艺 是先人们智慧的结晶 他们这品是打糊 吃包淀粉 我用热水冲起来打糊 我打一下 你看一下 好 使这么大劲 打这么低下 怎么 试一下 这是怎么打的 给你打八十五门 可以 可以 七格了 郭老师说 检验打糊 打得好与不好 还有一个独门秘籍 郭老师用手 在糊中粘一下 然后在空中一甩 一道道银丝 在空中 划出细细长长的糊线 这时打的糊 才恰到好处 也是粉丝 更具韧性的 关键步骤 我已准备学习一下 这独门秘籍 甩糊 快看 闪到我身上了 就这样吃 小姐 多轻一点 走了 走了 这是没有味道的粉 生火 起燥 大铁锅盛满清水 当水微微沸腾 检验过粉团之后 就可以上瓢漏粉了 粉酱在铁锅上方 在盛有芡子的漏瓢上 均匀而有节奏地 轻轻拍打芡子 芡子便从小孔 徐徐流到微沸的水中 一人负责 从微沸的水中 捞出煮熟的粉丝 从水中 就流淌出了 晶莹剔透的粉丝 这个刚刚出来的这个粉丝 真的想象不到 一个是 它居然是一直都不断的 那么长 就是你不想让它断 它一直都不断 带有一个在水里一泡 刚出过的这个粉丝 是 就是像桑盘丝一样 柔柔的软软的 远远流长的粉丝生产 形成了底蕴深厚的粉丝文化 昭远粉丝 传统生产工艺 被列入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名录 老手艺人的坚守与传承 让古老的工艺 绽放质朴暖意 昭远属于半海洋性气候 一年四季分明 受海洋风的影响 空气中含有一定的湿度 有一种湿而不燥 润而不甘的感觉 这种气候环境 是植物乳酸杆菌 生长繁殖的温床 晾晒出来的粉丝 手握软而不硬 有一种触摸绸缎的手感 如今 龙口粉丝的生产 已经步入工业化 中村的大部分村民 依然以制作粉丝 为主要的经济收入 第二天 我如约来到郭老师的家中 品尝地道的粉浆饭 防发盛开的中村 红砖瓦白墙的街巷里 干净整洁 是一座典型的郊东村落 街巷里处处都洋溢着 生活的气息 郭老师 哎呀哎呀哎呀 哎呀 你好你好 郭老师我来吃粉浆饭了 你好你好 你看正合适呢 我再去摘点菜 这个就是粉浆饭里面要用的是吗 对对对 好呀 咱们去吧 去哪摘呀 就在这里 是自己家的小菜园吗 是自己家的 哦这么好 对 这是现摘现吃是吗 对的 现吃的啊 现吃的啊 对油油的小菜园 对对 咱们要摘哪个菜啊 这个吧 这个是吗 这个是比较好一点的 生菜是不是啊 生菜对 就了 要把它挖出来吗 要把它挖出来吗 对呀 把它挖出来 可以 新鲜 对 非常新鲜的 你猜猜 你还挺相信我 这是 哎呦 哎呦 对 往一眼 很一点 很一点 哈哈哈 我差不多上桌了 好 咱们可以回去了 回去 可以开始做了是吗 新鲜 哇 满满一篮子 生菜 对了 嗯 哇 哇 大姐 又见面了 又见面了 大姐在切啥 这是豆 豆腐干 豆腐干是吗 是吗 豆腐干 嗯 花生碎 嗯 肉 肉 这都是做那个粉浆饭用的 对 这么多食材 粉浆呢 哎 在那是粉浆饭 在那是吗 我看看 我已经好奇了很久了 到底是什么 啊 就是这个是吧 对 哇 好酸啊 好酸啊 嗯 发酵了之后的味道 嗯 这个就是咱们那天做粉丝 然后之后就是 发酵沉淀下来的 对 将豆干 五花肉和青菜 切成小块备好 用面粉调了个糊糊 这时 郭老师已经把火生好 可以开始做粉浆饭了 先加点油 现在一会那个锅爆开 嗯 爆开以后呢 加那豆干 把豆干炒成那个焦黄色 嗯 很香 嗯 现在就出来了香味 对 已经出来了香味了 豆干炒香之后 就可以加入五花肉和花生碎 继续翻炒 之后加入开水 盖上锅盖 焖上一会儿 水开了之后倒入糊糊 其实这个红火的状态呢 就是为了防止这个粉浆 它从续凝状态 它提个粘稠的作用 最后重要的一步 便是倒入准备好的粉浆 慢慢搅拌 粉浆呢 它来源于绿豆 在提取淀粉的过程当中 它的发酵液 发酵物 发酵物呢 它里面呢 有很多的物质 现在咱们都刚刚认识 比方说 现在这个粉浆吧 它里面的蛋白的含量 是75%到78% 哇 这么多 三级的粉浆饭里面 这个益生菌 三百年以前 诞生我们龙口粉丝的时候呢 它就随着诞生了 诞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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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没有认识 认识比较晚一点 现在我们都认识了 所有的清热解毒的药用的价值 都在这个粉浆里面 招远粉浆饭 就是伴随着粉丝生产而来的 充满智慧的粉浆们 将粉丝的下饺料粉浆 制成了美食 逐步演变成了 本地特色小吃 不一会儿的功夫 热气腾腾的粉浆饭 就做好了 你是我的客人 想给你吃饭 好 谢谢郭老师 可以早饭这么吃 是不是 尝尝看什么口味 豆腐菜也像北京的豆汁 豆腐的豆汁呢 它的口味比较浓一点 对对对 三味比较大一点 但是这个三味比较轻一点 对 有种淡淡的卤三味 有点像那种咸粥 对 如果你要是喜欢味道稍微的 三一点重一点的 再多放点了 对再放一天再放两天 那么它是卤三了 你说是粉浆是吧 是粉浆 再放的时间久一点 对它发酵 它本身是发酵的 插一下 就是手咸菜 紧粉浆饭 所以家的绝配 是什么 是咸菜 生咸菜 小咸菜 你尝一下 生咸菜 生的或者熟的 生的咸菜 一口咸菜 一口粉浆饭 在我们这里 还有一种说法 喝粉浆饭要趁热喝 趁热喝 要喝的时间 跟我这样 溜着边儿是吗 就是溜着边儿 就是烫的时候 粉浆饭 就馒头 硬面的馒头 馒头要硬面的 硬面的 山东大嬷嬷 山东大嬷嬷 郭老师告诉我 喝粉浆饭 是一种苦中思甜的快乐 这不仅仅是一种 朝远特产的小吃 更是一个年代的 一种象征 好嘞 再一个 到朝远来 给干一个粉浆饭 是吧 粉浆饭给一个 粉丝的生产 不仅给中村人 带来了舌尖上的回忆 更造福了这一方土地 我们来到中村拍摄时 正值春天 农田里庄稼 掌势喜人 哇 咱们这儿的麦子 长得真好啊 好吗 好啊 你看 我们这个村的麦子 长得确实好 为什么呢 不光我们这个村 不光麦子长得好 蔬菜瓜瓜长得都好 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吗 有特别的原因呢 就是我们用的这块水 和其他地方不一样 水是吗 对对对 我们这个水吧 嗯 是利用粉丝制作后的废水 这个东西啊 特别是特别 听懂了 就是麦子长得好 是得益于这个宝贝水 张大爷带我来到了村中的 绿色果蔬菜摘园 这里的蔬菜水果 都是由这种特殊的水 浇灌成长的 你看这就是我们这个 用这个水 摇灌的西红柿 西红柿 嗯 来 城长 你看我这个西红柿 你尝一尝 好呀 刚才没法尝 直接吃可以是吧 可以可以 这是绿色的 吃到了小的时候 那个西红柿的味道 你回到童年了 对 粉丝生产之后的废水中 残留有植物蛋白和纤维 经过发酵之后 废水变成了不可多得的 生物有机肥 用这种天然的有机肥 灌溉的农作物 不仅口感好 产量高 还为村民增加了经济收益 这个水管是不是 里面就是那个制作粉丝 剩下的废水是吗 就这么流过来了是吗 对 它就直接接到那个 这个废水的那个 直接从废水打过来以后 直接浇在这个蔬菜上 对 这每天它是自动浇吗 就是打开它 对 打开开关 我们都是定时 定量 对 定时 定量浇水 对 因为这个水杂都不装化水了 不仅仅建设了送餐成本 而且它的营养价值 营养的这个成分 嗯 比你总花费呢 哎 这个 长得要好 嗯 中村利用制作粉丝所生产的废水 便废为宝 打造成了绿色农业蔬果采摘园 吸引了更多的游客走进粉丝小镇 采摘观光 体验一番现代化粉丝绿色循环的魅力 俗话说 米以石为天 粉丝具有百搭的特性 满足了大江南北不同口味人群的需求 今天我也有幸来到粉丝小镇的房谷街 在那里可以体验一场舌尖上的粉丝宴 您好刘师傅 您好刘师傅 您好 您好 做了这么多菜 一看就是都跟粉丝有关 对对对 这个是干捞粉丝 干捞粉丝是吗 虾和粉丝 虾 虾背粉丝 虾球粉丝 哇 这个是什么 粉丝卷 就这个没看着粉丝 卷到里面了是吗 对对对 全都跟粉丝有关的 对 我也想做一道跟粉丝有关的菜 正好 或者有一道肉脉粉丝没做 你可以尝试一下 还没做是吗 对对对 就是要把肉粉丝炒在一起是吗 对对对 这个是不是有点难呀 还行吧 还行吧 那我试试 起锅下油 小火先煸炒肉末 加入蒜末爆香 之后加入泡好的粉丝 下锅翻炒 调味 上面开的火比较小 你第一次做就能开大 要容易糊 懂了 就是我炒到现在 还非常的稳定 就是因为你掌握了火候 一道家常肉末粉丝 就可以出锅了 来 一会儿大家一起尝尝我的厨艺 面前的这一桌 就是我们当地非常有名的粉丝宴 所有的菜品都是用我们的 轮口粉丝来做的 像现在这些这个虾滑的这个球 就是相关的海鲜上面附着的这些我们的粉丝 这样的话它就有了我们海鲜的这个味道 像咱们的粉丝可以炸着吃 也可以炒着吃拌着吃都可以 来老师你尝一下这个菜 这个 这是粉丝吗 你尝一尝就知道了 这里面有粉丝是吗 没有啊 怎么样 您觉得是什么 这不是肉吗 这不是肉 其实是我们粉丝生产加工的一个副产品 蛋白粉做的 哦 这个也跟粉丝有关是吗 对 因为粉丝是从豌豆和绿豆里面提取的这个 淀粉来做的 那很早之前呢 我们这部分蛋白制品就浪费掉了 那现在呢 通过我们这个不断的这个技术的改进 把它做成这种组织性的蛋白 组织性的蛋白 吃起来怎么样你感觉 嗯 吃起来很好吃 就像肉一样啊 对啊 它其实是植物蛋白肉 对 其实也是现在绿色健康饮食的一个新的标杆了 经典的菜肴 传统的味道 创新的想法 龙口粉丝完美的诠释出了中华传统美食的精髓 这一次的粉丝之旅 也让我成为了制作小镇的粉丝 三百多年前 龙口粉丝在朝远这片土地上生根发芽 龙口粉丝 凝结着中村人民的辛劳和智慧 记录着粉丝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中村因此也走出了一条粉丝特色的乡村振兴之路 好了 本期我的美丽乡村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那在接下来的行程中 我们又会遇到怎样的美丽乡村呢 敬请期待